彈起不幸往生的亲人 还是难掩气氛情绪 因为好端端的在山上卖财 却疑似因为200万元债务纠纷 遭人持棍棒殴打致死 经过检警夺日调查 发现一名陈姓男子 与5名涉案人关系匪浅 疑似有共同犯案嫌疑 而他还是现任宜兰县议员 陈汉中的亲弟弟 戴着眼镜穿着条纹婆罗衫 他就是涉嫌伤害致死 依然令姓蔡范的陈姓范贤 检警在17号晚上 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裁定收押警戒 将时间到回14号事发当天 令姓蔡范因为赌债纠纷 遭料姓男子等5人 在南山村持旅棒轮流殴打重伤 之后由同党开车 将他丢包在罗东不爱医院 但还是伤众不治 虽然5名范贤在案发后 自行投案 但警方事后调查发现 林姓蔡范被在下山时 疑似没有直奔医院 而是先到了陈姓范贤住家 不知道他爸爸的伤痕在哪里吗 因为他是写医院 那我刚刚问过他说 也不算到医院前死完 也不知道是到医院后 他说他等解剖 所以他还是不想 我跟他有两年多没联络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欠债 林姓蔡范过去 依私有开设地下赌场 和家人关系长期失和 也都没有联络 自己到山上种菜也有一段时间 在出现时 确实遭人凌虐致死 也难怪家属要信方查明真相 记者林姓蔡范 一览报导